我要确定一下 因为有些人照片跟 真的啊 不太下来 照片跟本人 哎 我觉得我太喜欢你了 这是第一次有女生来说出实话哦 这太梦幻了 哎 我按错了 这样就按了吗 不要紧不要紧 你往另一边 另一边 我不要他 反面反面 你知道他刚才说的是谁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一直还没有找到他 孙老师告诉你们哦 我找到了 找到了吗 真的是他 对 真的是 来 好 确定了 好 太可爱了啦 好 这个接下来要揭晓你的不行动 我的不行动是 三号 哦 因为我的第六感很准 然后我觉得 他好像没有很喜欢我 我不喜欢没有很喜欢我的人 哎 我以为你会选九号哎 因为刚刚你明明指着九号的照片说 我不要他 我不要他 哎 哎 我按错了 这样算按了吗 我不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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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奇啊 就是你刚刚出来说 你说越怪你越爱是吗 对 然后你说我的笑起来挺怪怪的 对 那为什么又没有选我 或者是说 因为你只是笑起来怪怪的 我要全部都很怪的人 哎呀 来来来六号六号 我问一个问题啊 假如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 那个很重要的人陪你一起的 他在磕瓜子 这个时候就很正式的场合 他在后面磕瓜子 如果你会觉得这是怪还是讨厌 我会 其实我会特别注意他 当然我知道在那个场合 可能磕瓜子不是很好 但我可能会先拿两个他的瓜子来吃 然后再跟他讲说 这里不可以吃瓜子 所以你觉得他怪吗 这是怪吗 我会喜欢 是你自己吗 是你自己吗 是 我没有瓜子 我是假装磕瓜子 那有这种奇怪想法的人 你应该会喜欢吗 那女嘉宾会觉得这个行为很有魅力吧 我觉得 现在感觉又还好 我倒是一直注意十号 他一直在抠他的腿 看我觉得很奇怪 反正看到没有 你们弹上所有小动作 都会尽收女嘉宾的眼里 我觉得你超级可爱 特别好 那我们现在赶紧进入关键词部分 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 曼蒂巴士 灰姑娘的眼镜 面试题 军事大人 好 7号 像那个曼蒂巴士 曼蒂巴士 是我生日 去年生日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台北租了一辆公车 然后大概有三十几个人 然后帮我过生日 我有带我的照片来 就是我真的去租了一辆公车 然后旁边还有写 曼蒂拉的25岁的生日 然后我就环绕台北市 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因为我就觉得在上面 为什么不能够唱歌跳舞吃东西 大声讲话 为什么不可以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既然平常坐公车会妨碍到别人 那我就只好自己租一辆 就不会妨碍到别人了 大概是这个 好 继续 还有 还有话题 四号好了 我刚刚都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感觉 没关系 在最后一刻还是发现你了 四号 来 李小平你好 我特别好奇你生气是什么样子 生气是什么样子 很慢很慢的生气吧 你可以表现一下吗 我现在有点没办法生气 因为我现在很兴奋 你喝酒吗 我声音是不是有点 不是我的意思 我想他问你生气啥 我想请问你喝多啥 我怕你把房子拆了 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我也不知道 他在为难我吗 我不知道 他在为难你 我不喜欢你这样 你在为难他 你在为难我 要选择了 看看到底谁 会是这个非常奇怪 喜欢奇怪的女生的 心动奇怪男嘉宾 完美告白 为了来 请做决定 你一定想不到他转身 对不对 有请六号于伟博 我转身是因为 我觉得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跟我一样 搞怪的人 我觉得 如果在一起 每种每天都很快乐 有请三号于伟博 欸不要再吃了 不要在節目上吃瓜子 我在余韋伯在跟我告白的時候 他拿了一個瓜子 空的瓜子給我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兩個很有默契 因為他給我的東西 他一刻我就知道 他是要再講剛剛克瓜子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其實我覺得你的外觀 其實說實話 我第一眼看到那個VCR的時候 我覺得你很可愛 就是你這個奇怪的魅力 已經掩蓋了別的東西 就已經讓我覺得你的面容和身材 什麼都不重要了 我覺得跟你在一起生活 會有很多idea 就很多好的有意思的想法 我覺得能有靈魂能夠 產生共鳴的機會很少 所以我就從短到大 我就覺得 就比如說小時候 媽媽讓我學才藝 她希望讓我學 什麼小提琴我不喜歡學 我覺得很普通 我覺得這樣我吹笛子 我不喜歡學 很普通 彈鋼琴我不喜歡 然後我 非要自己選 然後唱歌跳舞 太普通了 我選了變魔術 然後我一變就變了九年 對 我覺得 能又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我覺得很有聊 我想聽一下 以我剛剛的表述 我可能有點著急了 但我覺得你真的很可愛 我覺得 因為我腦子說了很多話 因為我覺得 好不容易遇到 一個這樣的人 我想 恨不得 把所有的故事都講給他聽 嗯 我覺得你很真誠欸 但是 就是這樣的真誠 我會覺得 也讓我 有不一樣的 對你有不一樣的認識 六號她可能 有非常多的話 想要跟我講 我可以感受到的是 她很誠懇 她對我來講 有一點 我覺得 太急了 對 我覺得 我們比較適合當朋友吧 對 還有一個台灣說唱歌 叫好人卡 我覺得剛才特別是 啊 只要撕掉 那我再發一張 沒有對不起 真的很謝謝你的 呃 可以 你讓我微微微微微微的 覺得心動 但 微微 就是一點點 但 也不是我 也不是我 心目中的 理想的 樣子 對 所以很抱歉 所以你要跟我說拜拜嗎 不好意思 我先 我先 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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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你的时间了 到底会心动哪一位 先做准备还是先请他 我要先做准备 好 可以请所有男嘉宾先转过来吗 那我想要先请大家先起立一下 可以吗 希望年次是1995年出生的人先留着 其他人可以先坐下来了 然后身高超过180的人 可以先帮我坐下来了 真实身高 真实身高 有180的人 真实身高 我隐隐约约感觉有人还在 不清楚自己的身高的样子 他好像没有1米8 但他不承认 啊 行了 刚才住居到身高的环境的时候 我大概心里面猜到的是我 总之还是挺意外的 怎么样 我这台车酷不酷 帅吗 这台车 像我这台巴士需要有一个通行证 什么呢 很特别的通行证要让你去找 让我去找啊 对 然后就在这15位男嘉宾里面 其中有一个人 先不能偷看 你要看着我 好 对 其中一个人的座位后面会有那一张 就是通行证 然后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 我数倒数开始 你就要去找冲向那个人 好 准备 倒数 开始 5 4 3 2 1 快上来 小心上来 来请上车 坐了 这张照片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的感觉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运 那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15位男嘉宾 后面都有一张你的照片 所以无论如何 你都会上我这条贼船 你都会上我这个贼车 这是我的麦里巴士 我想和你一起 造出遍所有的星星 我想和你一起 他跟我说 他在每一个男嘉宾 身后都放了一张我的照片 我觉得 他真的是有一点小心思 挺可爱的 我都喜欢你 每一天 每一年 你一直都住在我身上 哎 这个 我帮你翻页 这是我自己的笔记本 来 你念个两行出来 请请 人家叫你小皮蛋 我偏要叫你小坏蛋 好 我觉得你念的 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还是我弹给你听好了 好不好 我偏要叫你小坏蛋 我偏要叫你小坏蛋 偷走我的心也不换 喜欢你看看耳谈 喜欢你幽默浪漫 一天 下面有不看 我不要别人我要李梦然 在说情的为你谈 希望今天你为我转 我不要别人 叫你李梦然 喜欢这首歌吗 我有点害羞了 你耳朵好红了 真的 我一直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觉得 有一天我会想学弹吉他 我学会弹吉他之后 我给我喜欢的女孩 为她写一首情歌 然后没想到我第一次 为别人写歌给我听 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真的 而且当时很害羞 然后我在看他的时候 他其实有点害羞 而且他右边耳朵超级横的 我觉得虽然你外表很 很俏皮的样子 但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你有点点的缺乏安全感 我不确定我讲的有没有对 就是会有一点 希望是能够被照顾 或是被保护 然后其实你内心还蛮 你不要害羞 你好害羞 就是你内心还蛮 有自己的一个小剧场 然后我很喜欢这样的你 当你家冰果告白的时候 我发现他和他观念词中所需 和他不一样的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现在的他 就是很单纯很真实 其实我自己也很害羞了 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和你的关键词里一点都不一样 你不光是对我的身高有误解 对你自己也有点误解 因为你真的很细心 你能看出来就是说我 就是说 其实我 是我说过 就是我平时我比较自恋 或者说是怎么样 其实是我 小时候就是真的是 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 缺乏安全感 就是就像你说的一样 你真的 我觉得你 你跟我下去吧 我们一起下车 这个就当清楚 送给你 虽然因为我自己的手有点瘦 我写字有点丑 你可以帮我站在这里吗 一台车嘛 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车牌号码 给他一个 一个车牌 L-O-M-R-7-9-5-8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七九 李 李梦然 你可以牵走我吗 人家叫你小皮蛋 我却叫你小坏蛋 偷走我的心 也不换 原来七九五八的意思是牵走我吧 我觉得 李嘉宾真的是 喜欢你看看而谈 我内心很紧张 然后 就很期待他 大家 我一首柔柔柔 不够看 满地巴士 我很喜欢讲的你 啊我有点害羞了 我看过海 来许爱 这首情歌为你弹 希望今天你为我转 我不要别人 我要李梦然 哇 这首情歌为你弹 谢谢你今天我准备这么好 希望今天你为我转 我不要别人 叫你李梦然 你 你所说的 哦我 我 我觉得你好厉害真的 我忽然间成了你的小谜地 那你要牵走我 但是我从来一点对你 就是说是 没有想过要牵走你做女朋友的一种感觉 我可以 我可以 靠在你身后 像影子 追着 幻梦游 我可以 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 会不会 经过 每段 我 为你 抬起头 眼眼里 都 觉得 自由 有的 爱 那你可以送我 我 那你加油 超级可爱 真可爱 加油